大肠直肠癌的早期治愈率很高 而在这个阶段 饮食习惯改变是一大关键 调查显示 大肠癌患者的饮食特征 包括用餐不定食 爱吃油炸 爱吃肉 收菜尾 五成病友 常吃油炸 烧烤等较油腻的食物 摄取的肉类比蔬菜多 八成的大肠癌患者 饮食不正常 经常吃宵夜 用餐时间不固定 其中近一半不吃早餐 另外有超过六成 睡眠不足 近四成排便不顺 目前研究显示的话 大肠癌的成因 跟饮食习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基本上就是高糖 高脂肪 以及高肉类 这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因素 那纤维质摄取不足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会造成大肠子肠癌的一个因子 那所以说民众平时如果爱吃一些 咸酥鸡啊 鸡排啊 那平常又少喝水 那个青菜 蔬菜水果 吃的摄取不够的话 那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隐忧的 那另外的话国际也研究证实肥胖是造成大肠子肠癌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国人其实肥胖比率偏高 那这个跟饮食的摄取 它以及运动量不足 这个都可能有关系 那生活习惯的话 就是建议大家要有适当的运动 那不要尽量少摄取 那个高糖高油脂的一个食物 那另外的话 红肉类也是一个危险因子 建议每周不要摄取超过一次以上 那尽量维持正常的作息 适度的运动 才是预防大肠子肠癌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 吃剩菜 竟然是许多大肠癌患者的习惯 超过七成的癌友 有吃剩菜的习惯 一时分析 一般剩菜以肉类居多 蔬菜较少 肉类菜尾一再烹煮 是相当不健康的食物 民众应该尽量少吃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